恒指,今早就叫做高开之后 走势都比较反复一点 来到尾市暂时都要跌至35点 25,903点 其实刚才近3点的时候 看到大市曾经又想再上去26,000 但又不成功 如果我们暂时看市场 好像叫反反复 又可以站稳26,000 上星期二的时候 其实都试上25,400点 又反弹了一点 但近这两天又去26,300 又好像有阻力,又站不稳 明显这一次是比较弱势的反弹 可能在26,300 都有机会要向人止步 如果现在暂时仍然有货在手 其实是否都要先阻止蝕 我同意的 现在来说 即使有技术性的反弹 其实看到的动力也是很弱的 这都是合理的 因为现在目前 香港面对的形势 都是比较复杂一点 无论政治或经济的状况 都是比较弱的 还有外围的情况 也都是不明朗 中美贸易战 不特地也可能演变为一个货币战 人民币的走势 也是难估的 这方面都令到 特别有些长线的资金 都不敢说 特别去做任何的动作 所以看到近日来说 香港的成交方面都可以说是很低迷 所以看到一些主要的基金 那方面都是比较观望一点 不敢说有太大的动作 所以即使反弹 那个向上的动力 或者突破的能力都不是很高 如果你说至于止蝕的问题 我相信就要看个别自己的仓位 会不会过渡 还有在目前的水位 究竟是持有不舒服 如果都是比较担心的 我相信都要先行止蝕 或者先减磅 等候形势有个比较明朗的发展会好些